好消息来临,俄罗斯低价出售航母,而且还附送多架舰载机,海上军事领导竞争自然少不了舰艇,航母是很强劲的武器,许多国家都渴望拥有这个武器, 虽然航母的性能比较出色,但是它也有造价高昂的不足在保养,回护和资金的消耗上都十分的惊人,就拿我国的辽宁舰航母来说,它加满一次近6000吨油脚花费1200万,再加上设备舰载机和其他的东西花费就更多,所以一般的小国几乎难以供得起航母的高消费,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小国家也几乎没有,航母不只花费高昂,而且它的售价也是巨高, 我国当初购买辽宁舰前身空壳航母时,就花费了2000万美元,在造价高昂,那航母就曾经有一个国家低价出售,它就是俄罗斯,当初俄罗斯一共继承了苏联9艘航母,这次航母在质量和性能上都有一些不足,但即使这样,俄罗斯出售航母的价格也实在太低,俄罗斯要出售的造价上百亿的两艘航母,它们对外的价格是6000万,这么昂贵的两艘航母就以这么低的价格出售,不少国家都很心动, 韩国还要求这两艘航母的价格再降低,于是俄罗斯就提出另赠30多架舰载机的优惠条件,但最终被我国买走。